好各位同学 那么从本节课开始 我们来学习 语法里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好那么关于循环 我要说的是 同时也是大家要理解 它并不仅仅是Caston里面的一个语法 我觉得循环 更应该是我们去解决问题的 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 大家都知道 计算机它没有人类这么聪明 那么计算机是如何去解决 这样的一些复杂的问题 其实它就是靠这样的一个循环 甚至是穷举的方式 来去解决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好给大家举个例子 对于密码的破解 有一种方法 就是叫做这样一个暴力破解 所谓暴力的破解 就是穷举所有各种各样 字母和字符的一些组合 最终尝试着去比对一个正确的结果 从而达到密码破解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循环的强 非常有高强度的循环的应用 好所以说我强调循环是一种思想 那么Python里面 我们可以用循环凝聚 来构建这样的一种循环的思想 在Python里面常见的两个循环有两个 一个是well循环 还有一个叫做for循环 这两个关键字大家要记住 几乎在所有的编程语言里面 对于循环来说都提供了这样的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这样的一个well循环 好我们来用slippad 看一下well的基本结构 好这个就是well的基本结构 同样well这里 它要接受一个条件判断隐句 或者是一个可以表示增加过耳电量 所以说我们这里最好是用卡机型来表示 和我们的衣服是一样的 好我们这个well里面 现在是用pass这样的一个空语句 作为站位服站着的 真实的这样的一个well的使用里面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上节课所说的这样一个代码块 好下面我们来编写一段想法代码 来了解一下well这个循环语句的最基本的用法 那么很多一些书籍里面 教大家学习passing的时候 经常会画一些像这样的一个语句的一些跳转流程图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这个流程图其实你看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难以理解的 还不如我们直接用代码来演示 更加的简单粗暴有效果 好所以我们现在定义一个变量 condition 好我把它复制为这样一个tool 好 那我们把它改成dass 因为这个类似于是一个常量一样的 condition 好 然后well 抗对性 well的内部我们来编写一个代码块 好编写一段代码 这样我们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well的语句就编写完成了 我们直接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7这个目录下面 然后再运行pass cme.py 好我们会测一下 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程序会一直答应这个imwell 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想强行结束这样的一个程序怎么办呢 按住你键盘的console键 然后再按下c键 可以强行中止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循环 好那么我上来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个无限的死循环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well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么如何理解well的运行的这样一个机制呢 这个呢其实呢还是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这个ifcondition 上结构所说的这个条件分析 好那么ifcondition 如果condition为true的时候呢将执行上面的代码块 ok well也是那样 如果wellcondition是true的话 它也会执行它上面这个代码块 那么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区别在于well执行完一次这样的一个print-on-well之后呢 会再一次的检测这样的一个condition 如果此时呢condition它的曲子没有改变 依然是true的话 它还会再次的打印这个print-on 它还是会打印这个on-well 那么如此下去呢 就会出现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循环 因为condition的状态永远是true 没有被改变过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条件的分析呢更改一下 换一种形式 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好 我们现在呢定义一个 变量counter 让它的结果呢为0 好 然后呢我们对这个counter啊 来做这样一个条件判断 在well语句的内部呢 这个代码块里面呢 我们呢 让这个counter加上1 好 然后呢 我们呢再打印counter 好 大家预测一下 这样的一个结果将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将是什么都打印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直接呢把整个程序运行完了啊 没有打印出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啊 你把counter的初始设计成了0啊 而well0呢 它呢 代表是一个false 所以说呢 不会执行下面的代码块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counter改成1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启动well这样的一个循环语句 好 然后我们再一次的运行看一下啊 大家看见没有 下面的数字一直在刷屏啊 好 那么中指呢 还是按住ctrl加c 好 结束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的这样的一个无限的循环呢 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well的用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well的用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我们呢 改一下这样的一个well后面的条件判断啊 我现在呢 判断条件是counter啊 小于等于10 我更改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好 我们发现well循环的将从2开始打印数字啊 一直打印到10 好 那么这样呢 才是well语句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如何避免well出现这样一个死循环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限循环呢 首先 well后面的这个条件判断语句里呢 你不应该是一个常量 如果呢 你是一个常量的话 那么呢 这个条件判断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换一句话来说 如果你想让well运行的次数呢 是有限的话 那么呢 在well内部的这样一个代码块里面呢 就必须要有能够影响这个条件判断的语句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对counter做这样一个加一的操作 就是影响这样的一个条件结果的一个语句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它出现这样一个死循环 好 那么well啊 它除了可以单独使用之外 和我们的eaf一样 它还可以呢 和else结合在一起来使用 比如说呢 在我们上面的这个示例里面啊 如果不加这个else的话呢 一旦这个counter的值呢 大于10了之后呢 整个程序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想在counter大于10 结束整个程序的时候啊 打印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束 的一个标识出来 print 好 打印一个eof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好 我们发现前面呢 和我们之前呢 不加else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呢 在程序结束之前呢 我们打印了一个eof出来 好 那么总结一下 else的作用就是啊 当well后面的这个条件语句 它的返回结果是false的时候 就将执行else 这个分支后面的代码块 好 请大家呢 类比学习 类比我们的eof 好 最后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well 它的一个使用场景 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讲这个for well和for 它们的使用场景呢 是可以形象的来比喻一下的 我们来比喻一下well的使用场景 比如说呢 你呢 特别喜欢打这个lua 那么你的目标呢 就是啊 哎 你要打到王者这个段位啊 但是呢 你也不知道要打多少天 就不对 好 所以说呢 你就用well循环 然后每天呢 在这个well循环里面呢 来打这个lua rule 好 终于有一天呢 你打到了王者 那么呢 这个well循环就结束了 如果你打不到王者 那么你每天都要去打 简单点说呢 就是你给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 那么呢 就可以放弃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一旦呢 你打到了这个最强王者呢 就将执行iof后面的这个语句块 终于打到了最强王者 好 这个是一个场景的举例 那么well还经常被用于哪些场景上面呢 我个人编程经验里面 我其实呢是很少使用这个well的 一般呢还是用for会多一点 但是有一种情况呢 用这个well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叫做地规 在地规的这种算法的情况下面呢 用well是非常合适的 其他的一些循环的场景呢 还是建议用for 好 那么有兴趣了解地规的同学呢 下学的时候呢 可以查一下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 好